今年,我加入了童子军,并从这个社团中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。 首先,我学会了独立。 在加入童子军之前,我在家里是个饭来张口,衣来伸手的人。 然而现在,我能够自己处理各种事物,不再依赖别人,还会主动帮妈妈做家务。 妈妈对我的变化感到十分欣慰,她发现我变得更加自信和可靠了。 此外,童子军的活动也让我掌握了许多实用的生活技能。 在教练的带领下,我们进行了户外露营,学习了搭帐篷、做饭等技能。 通过这些活动,我不仅提高了沟通技巧,还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。 我也学会了如何在恶劣天气下保持冷静。 这对我今后的生活非常有帮助。 童子军是一个团体活动,因此我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 我们在活动中总是分秒必争,这让我深刻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,并学会了如何合理分配时间。 和朋友们共同经历这些挑战,我们的友谊也变得更加深厚。 童子军的经历,对我来说既是挑战,也是锻炼,我从中获益良多。 这不仅帮助我提升了个人能力,也让我学会了珍惜与他人合作的机会。 明年,我计划继续参与童子军的活动,以进一步提升自己。 阳光明媚的早晨,父母满怀关爱地开车,送孩子们上学。 同学们背着五颜六色的书包,脸上洋溢着笑容,兴高采烈地走进校园。 七点半,上课铃声准时响起,还在教室外的同学匆匆忙忙地跑回座位,开始一天的晨读。 每一间教室里,都传来郎郎书声,仿佛在向校园的保安,清洁阿姨和老师们致以诚挚地问候,也像天空中飘扬的国旗致以庄严地敬礼。 正是上课时,同学们端端正正地坐在教室里,将课本整齐地摆在桌上,瞧手以待老师的到来。 第一堂课的老师终于走进教室,同学们一双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黑板上的板书,聚精会神地聆听讲解。 当老师发问时,大家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,教室里充满了书声琅琅的学习氛围。 欢快地学习和认真做作业的情景,构成了校园里如诗如画的美好画面。 零,零,下课的钟声一响,原本安静的校园顿时热闹了起来。 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奔向操场,有的玩追逐游戏,有的在下棋,还有的跳绳,玩弹珠,欢声笑语,此起彼伏,洒满了整个校园。 课间活动丰富多彩,校园生活其乐无穷,这一切都让我们的校园显得格外生机勃勃,充满了幸福与美好。 幸福是一种微妙的感受,往往藏在生活的点滴中。 清晨醒来,看到妈妈脸上那一抹温柔的微笑,我心中便泛起温暖。 这种温暖就是幸福的起点。 幸福并不需要繁花似锦的装饰,简单的关心就足以让人倍感温馨。 当身体不适时,朋友一句关怀的问候,便能如春风话语般驱散心中的不适,让我体会到来自友情的温暖与安慰。 人生总有离别的时刻,而那时,亲人送上的一句真挚祝福,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,支持着我继续前行。 这种力量来源于血浓于水的亲情,也让我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。 每当夜晚降临,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,分享一天的喜悦与烦恼,这样的时光总是让我倍感珍惜。 在那温馨的氛围中,我体会到了一种难得的感恩。 这种感恩更是一种深深的幸福,是家和万事兴的象征。 幸福不在远方,而是近在咫尺。 它可能是一句问候,一个微笑,一顿团聚的晚餐。 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,幸福的感觉便会如影随形,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 用心去感受,幸福便会每天与我们相伴,温暖我们的心灵,充实我们的生活,让人感到心满意足。 你有没有听到地球在哭泉? 由于人们非法砍传森林,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,工厂排放的废水和浓烟严重污染了空气,两极冰川也在加速融化。 如今的地球已经千疮百孔,它的哭泉充满了伤感。 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对海洋生物造成了严重威胁,而全球变暖也导致了极端天气的频发。 它,诸如剧烈的洪水、干旱和热浪,仿佛大自然在向我们发出最后的警告。 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危机不再是遥远的未来,而是当下迫在眉睫的现实。 作为地球的一份子,我们应该采取行动,停止让它继续哭泣。 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,例如减少资源浪费,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,尽量避免使用塑料制品,以及用步行,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代替开车等。 此外,参与植树造林,支持可再生能源的使用,以及积极推广环保意识,也是重要的措施。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可能带来大大的改变。 让我们共同为环境保护贡献一份力量,不仅为现在,也为了未来的时代。 让地球重展笑容吧。 谢谢大家观看。 继续努力学习,加油!